疾病,实在太珍贵了,看完赶紧转发分享出去,给家人朋友人手一份,他就是我国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淼,因其冠绝古今的医学被后人尊称为药王,生于541年,是于682年,整整活了141岁,他的长寿秘方被人们一直苦苦追寻,原来全写在了千金方杂病论中。 里面就提到了,积一穴,无所不至,这个穴位就是位于脚心的永泉穴,拍打这个地方,不但能够防治一百多种疾病,而且方法非常简单,药王孙思淼在书中特别标注了出来,一定要用手心拍打,就是用手心拍打脚心,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,效果却非常显著。 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极其重要的学位,尤其是手心的劳工学和脚心的用泉学,历经千万年,百万古人验证,这个简单的动作,对腰背酸痛,足吸酸软,心脏病,高血压,风湿病等127种疾病都有良效。 尤其对健忘失眠,记忆力减退,老年痴呆等症状的老年人,效果非常好。 手心拍脚心,主要就是劳工打勇拳,在经络与穴位调节沟通过程中,能够使心肾相交,水火集计,火不上而神自清,水不下肾而精自固。 方法非常简单,采取平坐或盘腿坐,注意,姿势要端正,以舒适为准,切勿紧绷拘束,双目轻闭,放松,静坐约15分钟,而后保持坐视。 睁开双眼,将右脚放在左膝上部,右脚握住右脚内踝骨上部,男士用左手掌心,拍打右脚心地用拳血。 女士则则用右手拍打左脚,拍打时用力均匀,轻重适中。 同时保持间隔时间一致,心里默念次数。 次数达到标准,就换姿势,拍打另一只脚。 第一次尝试,单侧各打100次 然后每天逐步递增 体弱多病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 增加次数促进痊愈 值得注意的是,单侧次数不要超过900下 时间为早晚各一次 坚持半个月,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健康的体魄与人体穴位息息相关 只有找对了方法,才能少生疾病,健康长寿 朋友们,这个简单易学的动作 不用你花一分钱,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,请不要私藏 有多少群,就转发到多少群 帮助更多朋友,养好身体,安享晚年,幸福生活 转发出去,让健康传递